好 主播持續帶來關心金華城弊案的最新進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五號被裁定擠壓之後 當天晚上就是專車藝人被送往台北看守所 而今天是9月9號 也就是他進到看守所被收押的第五天 原本外界都很關心說 到底這個柯文哲的律師 會不會幫他來提出抗告 他的委員律師陸正義在今天早上 律見結束之後呢 隨即就發出了一個聯合聲明 強調說律師團隊並不會幫柯文哲提出抗告 主要就是因為柯文哲 其實有跟辯護人講過說 如果自己被羈押的話 他希望不要為難法院 因此也希望檢方在這兩個月的羈押期間 可以儘快的來查明真相 那稍早的時候 陸正義走出法 這個看守所的時候 有對外做出一點點的回應 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然後整個等一下陳佩蓁過來看這個 我聽說你不看告啊 會看告嗎 會看告嗎 我怕你一次還會來律見嗎 會再安排謝謝 會再安排律見 好今天除了這個陸正義之外呢 其實包含他的太太陳佩琪 在早上十點多的時候也悄悄現身了看守所的會客室 不過他當時呢除了是戴帽子甚至還有戴口罩 疑似就是想要規避媒體鏡頭 而根據呢現場民眾就說了 其實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呢 總共有三名女子是陪伴陳佩琪來幫這個柯文哲來送菜 那據瞭解這個陳佩琪疑似是帶了兩大袋東西要送給柯文哲 在會客室待了十分鐘左右就隨即離開 而他這一招確實也讓所有媒體都沒有發現他的存在 那另外呢這個金華城避案裡面還有一個關鍵角色 就是沈慶晶也就是威晶集團主席 他被簡聯掌握說疑似是用四千五百萬來行賄應小威 那今天早上他的這個委任律師胡彥龍 其實也有到這個看守所來律見他 不過就在他律見之後呢 其實地檢署檢察官也把這個沈慶晶給提訓到地檢署 來做進一步的訓問 疑似就是有可能要來追查金流 來查下說這四千五百萬到底是流入誰的口袋 除了應小威之外難道柯文哲也有來收會嗎 不過稍早呢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這個沈慶晶今年七十七歲 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加上他今天被這個提訓到地檢署之後呢 其實是坐上這個輪椅被推進到這個地檢署 因此早上的媒體都很關心說 到底沈慶晶目前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但是他的委任律師胡彥龍是沒有多加回應的 那後續這個沈慶晶 他有沒有可能會轉成污點證人呢 這個法界就分析說了 這樣的可能性會比較低 可能會是應小威或是吳順明 又或者是彭震生 轉成污點證人的機率比較高 但無論如何後續案情會如何發展 我們都將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是目前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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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